和叶茨流年这些玩家的心情不一样的 当属德飞来和千儿两个地精的心情了 先不管他们的身份 也不管他们的立场 他们都是地精 而这里是地精曾经的故土家园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就这么毁了 而且还是毁在自己的手下 大概谁都不会感觉太好 千儿坐在地上 静静地望着那一片烟尘 嘴巴里喃喃地用古地精语说着 完了 全完了 全部都完了 而德飞来则站在所有人的面前 望着这一切 肩膀抖动着 看起来他果真是十分伤心 过了一会儿 他举起了手 捂住了自己的脸 默默无声地哭泣了起来 叶茨看到这里 便上前拍了拍德飞来的肩膀 用尽量平静的语气说 尊敬的德飞来先生 我理解你的感受 请不要太伤心了 你们根本就不理解 你们怎么能理解到 我用自己最优秀的作品 挥坏自己家园的撕心裂肺呢 我是地精的村人 我为什么还要活着 德飞来用手捂着自己的脸 抠得像个孩子 他直傲地将这一切的过错 全部都归罪在自己的头上 愧疚不已 你怎么就知道 我们不理解呢 刘年也走到了德飞来的身边 静静地说 虽然你们的家园毁了 可是 只要你们地精的心同在 你们就可以 再次新建一个新的握索客 可是 我们精灵呢 我们的精灵王 在和那家的战争中 永远地睡去了 我们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会苏醒 我们甚至找不到 他的坟墓 没有了多傲的精灵 早就是一群 连故土都保不住的 流浪者罢了 于怎么能说 我们不理解你的伤心呢 德飞来转过头来 用满脸的泪水 面对刘年和叶子 虽然 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可是 从他的表情里 已经看到了 他对于刘年的画 是颇受安慰的 叶子微微一想 看来 在图书馆里泡了很久的人 不仅仅只有自己 面前这位也是 不过 刘年的书 都是这一世看的 而自己的书 却是上一世看的 从无形之中 也说明了刘年在游戏中 远比叶子想象的 更加努力 否则 他不可能在这里 侃侃而谈 叶子不由地 对于刘年 有了几分尊敬 他果然 是有成为 顶级高手的品质 不但操作好 对于整款游戏 也够认真 和细心地钻研 看来 每一个顶级高手的出现 都不是偶然之间产生的 他接着刘年的话 继续说了下去 虽然我们精灵 如此的颠簸 但是我们从来 没有一刻放弃 要寻找我们的精灵王多啊 也没有放弃过 要找回我们故土的愿望 你们地精 又为什么要难过呢 说到这里 他转身看着切尔 而切尔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 开始用心地 听着两个人 和德飞莱的对话 叶子指了指切尔说 你看 你们地精的王者 尚且存在 虽然他曾经犯过错 可是 谁又没有犯过错误呢 只要他还在 你们的地精 终不会群龙无首 就算没有了握索壳 那又如何 按照你们地精的智慧 难道还担心 会建造不出 另一个握索壳吗 德飞莱 也缓缓地将目光 落在了切尔的身上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才再次 看着叶子和流年两个人 深深地行了一个地精的 古代礼节 这是地精 对于王者 和最尊敬的人 才会行出的礼节 他缓缓地说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精灵 你是我们地精 永远的朋友 德飞莱的话说完 只看见 翘也站了起来 他如同德飞莱一样 向着流年和叶子 行了一个古代礼节 缓缓地平静地说 精灵们 感谢你们 为我们地精 所做出的一切 你们将是我们地精 最尊贵 和永远的朋友 虽然切尔 已经将生命宝石权掌 交给了叶子 但是他的名字 一直显示的都是 地精王切尔 所以 当他说出了这句话之后 叶子和流年 立刻听见了 自己的系统消息 提示着自己 您在地精族的声望 已经达到了崇敬 这真是有如神来之笔 叶子可是怎么都没有想到 做个任务 通过副本 就能将一个种族的声望 提升到了崇敬 这可是这次西大陆之旅 最意外的收获了 他转头看了看流年 流年也正在看着他 看得出来 流年对于这个奖励 也是颇为意外 他甚至吹了一个口哨 来表示自己的心情愉快 德飞来的头上 出现了一个 可以缴纳任务的提示 叶子便将生命宝石权掌 交给了他 然后系统显示 完成了任务 德飞来拿出两个包裹 交给了叶子和流年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财宝 可以表达我的谢意 所以这点东西 请你们不要拒绝 我十分感谢你们 将我带出了帝京皇宫 东西是一样的 都是一本书 是用粗糙的牛皮 细心包裹的书籍 而在书籍之上 则是用古地经语 所写着 德飞来的工作笔记 只不过叶子的那一本 是上册 而流年的那一本 是下册 当叶子翻开了那本书之后 便听到系统 又提示他说 一阵古老而神秘的声音 传到了你的耳朵里 你只觉得心中充满了感动 您学会了古地经的语言 没有想到 看看德飞来的书 还有这个好处 当叶子学会了古地经语之后 自然能看懂上面的文字了 他皱着眉毛 看了看书上面的字 显得不是特别开心 自己的这本是上册 而流年那本是下册 这不是代表 他永远都得不到 全部的书了吗 流年似乎看出了 叶子的想法 他微微一笑 对了 小公子 你还记得不记得 我们在进皇宫之前打的赌 我的赌注 已经想好了 叶子现在 哪有这个心思 讨论这个事情 他光在纠结 怎么才能把两本书 凑成一本书了 于是 语气显得 有点心不在焉 你下的什么赌注 我的赌注 蛮简单 不如这样好了 中部大陆开放之后 我们请主城中的大学者 各自腾抄这本书的上下册 然后进行交换如何 这个提议 里的书 正好 我也不太相信 你会心甘情愿地拿给我 叶子 省着眼睛 看着流年 一脑袋的黑线 这个贱人 嘴巴上就从来不会落得一点的便宜给别人 不过 不过 签合同是最好的办法 这样的话 根本就不怕对方会抵赖了 毕竟经过系统公正的合同 如果有一方违约 那么惩罚可是很重的 几十秒之后 系统按照两个人的意思 自动生成了一份合同 叶子看了一下 和流年说的没有什么出入 双方就签字画押了 将各自的合同收好 流年冲着叶子伸出了一只手 小公子 为了我们将来的合作愉快 你不觉得应该和我握握手 叶子奇怪地看了一眼流年 怎么感觉这么奇怪呢 流年眯起了眼睛 难道你觉得 跟鸭沙龙的合作才叫合作 跟我的合作就不叫合作了吗 叶子瞅了瞅嘴角 他才不吃流年那一套鬼话呢 他双手抱在了胸前 我不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合作 需要握手才能成立的 有合同就可以了 说吧 他哼了哼鼻子 转头又看着德飞来 在他们刚才签合同和废话的时候 德飞来和切儿有一段剧情 不过看起来并不是特别重要 反正不是跟两个人说的 现在似乎快要演完了 流年摸了摸鼻子 望着叶子的背影 颇为好笑地嘟囔了一句 早知道出来是这个样子 还不如一直待在副本里呢 一点都不可爱 嗯 你说什么 叶子动了动那 尖尖地长长到耳朵 虽然他没有听清楚 流年在说什么 可是他有某种预感 这家伙在说的 一定不是什么好话 流年则微笑地 指了指德飞来 有任务 叶茨又转过了头去 接了德飞来的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 让叶茨将生命保持权杖 还给恰 就在刚才的功夫 叶茨翻看了一下 NPC的对话频道 发现是两个人 对于沃索可 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一个讨论 切儿当然是悔恨不已 他的认错 让德飞来愿意 将生命保持权杖 交还给他 切儿接到了生命保持权杖 他静静地望着手里的权杖 好一会儿才长长地 叹了一口气说 唉 我索可 是神所赐给地精的国家 可是 我们并没有珍惜 现在 毁于一旦 我的神呀 求您带领您的儿女 再次探上 寻找新的家园的征程吧 这一次 您的儿女 必将谦卑恭顺 不再无你 您的决定 说吧 他挥舞起 生命保持权杖 嘴巴里涌唱了一串 极长的咒语 阿娜 生命保持权杖之上 发出了红色的光芒 那红色腰叶的 几乎快要淌出鲜血一样 让人不禁 有一丝不祥的预感 叶茨下意识地 退后了一步 站到了切儿的身后 和流年和德飞来 站成一排 让切儿 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在经过了极漫长的 一段咒语的吟唱之后 生命保持权杖上的红光 像是有了生命一样 竟然在权杖之上 大约半码的地方 形成了一个红色光团 并且这个光团越来越大 越来越亮 就在这个时候 流年的蜜语频道响了起来 虽然不太爽 在这个紧张的时候 给自己发来什么蜜语 不过看看 是压沙龙那个家伙发来的 流年还是毫不犹豫地 就接通了 流年尚未说话 就听见对面的压沙龙 兴奋地大喊大叫起来 流年 流年 那个秘银矿是真的 果然是真的 我们的前世任务 已经做完了 黑点矮人正在探索矿脉呢 哦 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 流年可不像是压沙龙 从头到尾都在怀疑 叶茨的话的真假 当时 当他听到叶茨说 要用秘银矿脉 和压沙龙来做交易的时候 流年就已经相信了 叶茨所说的这一切 都是真的 这个倒不是因为 流年对于叶茨的好感 决定了他的盲目 而是 他相信 叶茨绝对不是一个愚蠢到 会用这种事情撒谎 来做交易的人 更何况 公子幽是个聪明人 决定聪明的女人 所以 他更不会跟自己未来的大好利益 相冲突 你还在副本里面吗 压沙龙兴奋的 几乎要飞起来了 所以现在 流年就算是甩他两个嘴巴 他也会笑咪咪地承受着 更不要说流年 只是心不在焉了 流年看了看 现在所在的位置 要说在副本里面吧 倒也在 不过 他已经不在副本的 关键部位了 距离出副本 也就一步之遥 要说不在副本里面吧 他现在 似乎也没有到那个地步 想了想 他还是诚实地说出了 自己的情况 嗯 我在副本里 你还有多久能出来 流年抬头看了看 那生命宝石权杖上面的 巨大红色光团 心里也没有什么底 本来 现在两个人的任务 是要做完了的 但是 看切儿的这个架势 好像还有些别的事情 而这些事情 大概要耗费多少的时间 天知道 嗯 不知道 流年缓缓地回答 干嘛 我现在刚刚回到盛光城 为了表示对于公子优的感谢 我请他吃饭呀 加沙龙似乎兴奋地 已经忘记了叶子 根本就不能进盛光城 那么一回事 这次 要不是因为公子优啊 我们还不知道 在盛世进来之后 有多被动呢 现在可好了 有这么一个秘银矿脉 至少 这西部大陆的经济矿脉 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了 他是东大陆的人 进不了盛光城的 流年淡淡地指出了 亚沙龙现在的兴奋 纯属白兴奋 哎呀 我把这事给忘了 那我怎么谢谢他呢 虽然说 这事是合作 可是 你我都知道 我们还是占了人家 一个大便宜呢 亚沙龙声音十分高兴 甚至发出了 爽朗的笑声 到仓库 给我拿一本鹰眼术过来吧 算你的谢礼 也不知道 是不是这个副本 并不报鹰眼术 反正 叶子和流年 走的这个副本 从头到尾 就没有出过一本技能书 更不要说 出什么鹰眼术了 从一开始进副本前 两个人说的话 不知道叶子 记得不记得 反正流年 是一直记在心里 一会儿 我出副本之后 你找人给我送过来 记得 最好是 你自己给我送过来 好吧 一会儿你出副本 给我联系 就在两个人 还在废话的时候 只见那个巨大红色光球 已经膨胀到了 直径足有七八马大了 恰用古地鲸鱼 大喊一声去 那光球 就以光速 朝着烟尘滚滚的 卧索可皇宫方向飞去 最后 只听得一声巨响 整个大地 剧烈地摇晃起来 飞沙走时 阴沉浩渺